大家好,歡迎收看股海飛揚 台北股之間最後是一路走高 漲了105點 我相信很多人不會認為這個行情會大漲 所以呢,其實在今天的早盤以前 成交量、預估量都不是很多的 都是跟前幾個交易都一樣 這個900億上下 可是後來發現越漲越多,越漲越多的說 很多人覺得莫名其妙,為什麼可以漲那麼多 其實在上禮拜之前在選前 你說量說大家觀望 我說我沒話講 為什麼?因為選舉結果是什麼?誰知道 所以我不做特別的分析 因為他量說觀望 我覺得OK,沒什麼好說的 可是到這個禮拜選完了 到昨天我首度跟各位報告 我說到昨天選完了量還是不是很大 可是我告訴各位什麼?我說 量還是不是很大,原因就是大家又開始擔心了 選舉前擔心選舉 選完了又開始擔心什麼?擔心 G20的會議 那川席會不會有一些利多?還是根本沒有利多? 所以我昨天跟你講 所以我昨天跟你講 對不對?我說你要去想 川席會啊 如果有利多 有好消息出來 就是漲 對 那如果川席會沒有利多呢?沒有好消息出來呢? 那就還是現在這樣子嘛 對不對?那就是一樣嘛 就是貿易戰持續就是這樣子嘛 你懂嗎?所以如果就是持續這樣的話 那請問一下那有什麼?那算利空嗎? 貿易戰持續下去就是這樣子嘛 有什麼好利空的? 沒有感覺啦 所以變成說G20會議結束到底怎麼樣 對行情來說都是向上 所以當你把它想清楚之後你會發現 應該買股票啊 我相信今天應該陸陸續有一些內支比較大咖的內支想清楚了啦 開始回補股票了 所以你發現從昨天開始到今天 有一個現象 什麼現象 內支回補 會讓你看到什麼 上櫃指數變強啊 所以從昨天到今天你發現上櫃指數在零漲 是上櫃帶著上市在漲的 所以內支回來了嘛 已經開始回補了 所以我說你說G20會議等到開完會議之後 那川崎會結束之後你才要去決定要不要買股票 沒有人這樣做股票那是落後的啦 你要想著比別人早 而且想著比別人透徹 就是昨天我先跟你預告了嘛 川崎會有利多就漲啊 那沒有利多呢 那就是現在這樣子嘛 那請問有什麼好擔心的 開始漲 那這個行情基本上我說的 第一它 這一波上從 從7400點 從9400點這樣上來 那基本上我說 你第一個目標 先看月線嘛 月均線 來到月均線之後呢 第二個目標就是季線 季線是目前來看的話 有機會大概在接近 10200點上下 所以如果這個行情一路上去的話 就先看10200點左右 那個地方的壓力就慢慢變大了 所以這個行情其實 要趕快做 如果是內支回來的話 它不會這麼快結束 這個行情不會這麼快結束 甚至就是 甚至已經跟你宣告 已經跟你宣告 我底部 中期的底部做好了 會漲一波上去 那這一波會漲多久 不用預設立場 你就趕快操作就對了 所以時時時刻我建議各位 把握機會 要做 趕快做 而且現在做 還算早 你把那下 下禮拜而後 它整個行情一路上去 那你就重新看到 1萬點的時候 你又輸給現在的人 輸了好幾百點 怎麼做 來 其實我還是告訴你 我說你看 不需要指數漲 整個11月的壓縮過程中 我一樣都賺錢 所以更不要講 指數一漲下來 那我的股票就兇了 絕對市場 我相信我的股票絕對是最兇的 漲停板 第三根漲停 這標的 昨天我還在講 對不對 我說你不要等它震完 震完了會再創新高 對不對 昨天我還在講 11月21號 拉漲停 這是什麼題材 我講了 19年下半年 iPhone的天線主流 技術可能會有 MPI去取代 取代LPC LCEP 所以 誰會受賄 對不對 誰會受賄 誰會受害 受害我不能講 講出來好像打壓 打壓股票 所以我這個我真的不能講 那誰受賄呢 對不對 這是一個未來的一個趨勢 那未來的趨勢 如果 如果是確定成型的話 股價不可能等到未來確定的 才漲 現在就先動了 123 3天 有沒有 回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難道不是一個轉折的位置嗎 對不對 難道是漲到19多 快20塊我才帶你去追嗎 我難道是在這一天帶你去追的嗎 不是耶各位 轉折區在這裡就出現了 所以一天 兩天 三天 第四天 到這邊先解碼一些 你可以先解碼一些 解碼一些 因為他要震盪 節目中我都講過 到昨天我都還這樣講 對不對 1234 這個位置拉長紅 拉長紅的時候呢 我就跟你說 可以先解碼 好啦 到這裡先解碼 因為他要先震盪 震一震之後他耳後再上 再上 讓我的股票呢怎麼樣 就繼續賺下去吧 只是說到這個地方我可以先 先 解碼一些 那解碼一些拿到的本金跟一些獲利 我可以再跟你去做下一檔新標的嘛 不用浪費時間 那 原本剩餘的部位呢可能還剩一半的資金 在這邊 等他震完了 如果沒有瑕疵 就去一路爆 爆到他準備再創新高嘛 所以今天呢 又漲停了吧 第三根了 這一波上來已經第三支漲停了 第三支漲停 其實昨天我還特別針對綠勝跟你講解對不對 等他震完了 1234 這一天解碼嘛對不對 拉上去長紅的時候解碼 解碼之後呢當天收黑K 嚴格來講 一天兩天三天四天 今天呢 再拉漲停 所以 這樣上來 第三度亮燈 這樣子 32% 所以原始原部位 續報的原部位呢 各位 32% 解碼了這一部分呢 也將近三成 這一部分呢 已經32% 從轉折區上來的標的就是這樣 你就很多策略去執行 有沒有發現 當你能夠買在一個轉折區的時候啊 如果你可以在轉折區買的時候啊 你很多策略去執行 對不對 如果你是追上去的 你根本沒策略 如果你在這裡追的話 你只能等他再上來 哇好高興賺錢的 可能那個賺錢的背後呢 是一個 蠻高的風險喔 你是追在這裡 他洗完之後再上去 你今天回頭看 好像是對的 可是這個好像是對的 是真的對嗎 在這裡買的人 他可以減碼 大賺一些之後 再去做另外一檔標的 那剩餘的部位呢 我可以在今天繼續賺上去 這叫做策略 可是策略是因為你買的位置漂亮 所有的交易啊 你會有策略 那絕對是因為 你出手的 時機 跟位置 是正確的 是我們所謂的轉折區 你才有可能在沿途的過程中 去發揮你的一個策略 對不對 到今天 32% 第三度亮燈 32% 100萬 32萬 200萬 64萬 兩個禮拜的左右時間 200萬差64萬 來 這是綠勝 今天漲停 再來 這是環球金 昨天拉漲停 今天再創高 一樣 橫了17天 沒有人在討論他了 對不對 那誰帶你去買 沒有人在討論 昨天拉漲停 整理17天之後再攻漲停 今天再衝 綠綠362 整理17天 根本沒有人在討論環球金的對不對 你就覺得很奇怪 股票不漲了就沒有人要講了 可是未來 他一漲上來呢 又開始有人跟你講環球金怎麼樣 他帶領 帶領整個 中小型股票今天又上工怎麼樣的 那 在三天之前呢 在300塊上下這邊震的時候呢 那你們怎麼不講呢 17天以來誰去講他 誰帶你去買的各位 300塊 昨天漲停 今天再衝高 這樣子喔 10張 62萬 10張啊 10張差多少 差了62萬 10張可以賺62萬 做股票 要有方法 可是那個方法 最基本就是我強調的是 你一出手 其實就決定輸贏 所以你一出手的位置 時機對不對 位置時機 位置跟時機對不對 就確定已經結局都確定了 所以 你看行情11月是壓縮的行情 量縮壓縮的行情 可是11月 其實 包含這綠勝 環球金 有些我都還沒寫上來 我自考都沒有更新了 你看11月 從預計官的兩次破底 我兩次都做 兩次都賺 到穆德的破底翻有沒有 奈米、凱聖等等 宏達電等等 哇好多檔股票了 1234567891011 然後威盛啦 有沒有 然後在 這環球金啦 然後到今天我要跟你公開的新標的 總共幾檔 這個11月 基本上平均下來你一個禮拜 每個禮拜我都讓你獲利2到3檔 每個禮拜我都讓你獲利2到3檔 所以你說你整個11月大盤的壓縮 你有沒有賺錢 你不只賺你還賺很多 所以如果整個如果從現在開始大盤上慢慢推上去了 到12月各位一整個12月 你賺的獲利的數字可能是整整11月的一倍上去 11月我會去幫了某某人 賺了200萬 到12月的行情 順著大盤的事再做上去的話 可能賺400萬 所以沒有行情的時候 11月的行情沒有行情的時候我照樣做給各位 而且我再強調一次 我所謂這些獲利 並不是什麼 背後有一堆股票套牢 沒賺錢 我不講不是喔 我是賺什麼賺什麼講什麼 我不是那個背後有一堆股票 我沒有講因為賠錢我沒講不是喔 你問我如果說你有認識 反正有遇到類似像 我的客戶基本上現在都是在看節目 所以這些話我是不能亂講的 前兩天 節目中我特別跟你講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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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事況對不對我說 你從一些趨勢啊去找一找機會 那 其實我就主要邀請你們來上車啦 先趕快賺錢了啦對不對 那 聽得懂聽不懂其實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進了 我該做的提前先講的我都先講了啦 大陸新能源車銷售概款我就跟你講了對不對 反正年年成長嘛這有什麼好講的 再來呢 比亞迪也一路創高啊對一路爬高耶對不對 那美國的特斯拉呢也是一路漲啊對不對 他偷偷虧轉贏啊對啊都很好啊對 可是我說什麼 我說我不是要你來買特斯拉概念股啊你不要誤會了 我也不是要你去買比亞迪概念股我是告訴你 這是一個能源車的 趨勢 好那能源車的趨勢如果都是持續向上走的話 能源車他 他必須要的要有的一個 零配件零組件 那是什麼東西呢 誰會受惠呢 昨天節目 前幾天 昨天我節目中跟你跟你跟你講說他昨天大漲對不對 這是昨天嘛 昨天我是蓋起來的 還不能公開 今天我給你公開 這是昨天 昨天台辦525 一路拉高大漲對不對 然後呢昨天 然後呢這個是我節目中跟你預告的 有沒有 台灣 唯一供應商 進入轉折區 你來買這個 會賺錢喔 他爬上去你可以賺六位數賺幾十萬喔 你就買個 100萬買個200萬 會賺幾十萬喔 你可能TDD覺得我在開玩笑 我不是我從來不跟你開玩笑 我講一切都是事實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我們在講 那 為什麼我們可以做得到 因為前提是 每一檔標的 我給你買的位置 是在轉折區 所以 我在買的時候他可能還沒還沒還沒表態還沒漲 那我親自電話撥通通通知的客戶 我也是跟他們說 他現在還沒漲 那我們要先買喔 他在轉折區我們先買 那什麼題材我大概都可以先講沒關係 上去 我也上節目來告訴各位對不對 台辦 今天28號昨天大漲 昨天漲了5% 今天漲停 50張就好 33萬 大概在三四天的時間之內 我讓你50張 賺33萬 這50張不是我亂寫 是我親自通知 的投資朋友 他就是50張 所以我以他為範例 我告訴各位 這三到四天的時間內我可以讓一個人 買50張一檔股票 賺33萬 而這個標的呢 我也是節目中公開 邀請各位的 所以為什麼有人問說為什麼你在這種事況下 你還邀請大家來說你到12月底以前 你來負擔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因為我做得到 整個11月誰做得到這些績效 誰做得到11月 還有幾檔股票我還沒寫上去 而且這些績效不是說我背後有一堆股票套牢 我不敢講 不是耶 是我們做什麼講什麼做什麼講什麼 一檔接一檔這樣做下來的 誰做得到 那既然做得到 有真本事 為什麼我不敢 12月底以前通通算我的 你就來買股票就對了 我邀請所有觀眾 你今天就撥電話來 12月底以前通通算我的 你就來買股票就對了 那我就帶你一檔一檔賺 賺到12月底 我相信你可以賺很多 如果你資金有三五百萬的話 絕對賺很多 那資金如果說只有兩百萬以內的 也OK啦 為什麼 我剛才說50張的資金來買的人 他基本上就50張大概就兩百出而已嘛 兩百多萬而已嘛 三四天的時間 三十三萬耶各位 所以你說這三十三萬對 這相對 相對的一個感受的 問題啦 兩百萬資金的人 你幫他賺了一檔股他賺了三四天之內 賺了三十三萬 他覺得 我不知道你的感受 但是 我得到的回應是 覺得 他們很滿意 你要幫他賺了三十幾萬 很滿意 那如果你是五百萬 一千萬 賺三十三萬 那我們就別 這個就別說了 對不對 那就不及格 所以我說 看你的資金大小 那種感受是不一樣的 那我也不會刻意去玩 跟你玩數字 玩數字遊戲 我跟你們說一百張兩百張 那你乾脆五百張一千張嘛 我就是五十張 因為事實就是事實 我親自通知的客戶 有人就是買五十張 那我就以那個客戶的 違範例跟你講解一下 五十張人家拿三十三萬 而且這標題是我先講的 節目中我有預告 有沒有 回頭看一下 今天漲停 把缺口補掉了 對不對 把缺口補掉了 所以短線給他證證 在缺口區這邊給他證證 都可以 證證之後呢 如果沒有瑕疵就再供 對不對 就再供嘛 那跟綠聖是不是一樣 一曲同工之妙 其實走法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走法都這樣呢 因為 作手的手法雷同 股票市場 尤其是台灣的一些中小型的標的 像這種二十幾億股本 或五十幾億股本以內的 基本上 作手的手法 大致上都雷同 所以你大概知道這套是要怎麼做 你直接把缺口補了 接著他就會在缺口區內給他來回震盪 給他震 震一震之後呢 震上去 可是因為 為什麼你看待這麼輕鬆呢 因為你在轉折區買的 所以你看待他很輕鬆 懂嗎 你在轉折區買 所以他已經沖上了 你已經賺三四十萬了嘛 所以他這邊震盪你根本不用管他 因為震完之後如果沒有瑕疵就再供了嘛 跟綠色是 同樣的概念嘛 所以每一檔標的 其實 其實一個操盤手啊 你怎麼帶客戶賺錢啊 那個過程還有你挑的標的 挑什麼標的 什麼樣位置挑給客戶 還有 為什麼我敢 12月31號前就是我來承擔 通通我來負擔 你就直接撥電話 來買股票就對了 而且呢我不會說你來 給你做一檔股票 不會 我讓你一檔接一檔 做到賺到12月31號 你看看這12月31號 之前 我可以給你什麼 而且我另外一個面向其實我是想要表達的是我讓你們來之後呢 你們真的能夠感受到 原來 我節目中所講的這些標的是我真實會帶客戶去做的動作 因為你們也跟著來做了嘛 所以你們能夠知道說 原來這裁判對他真的有通知我們做買裁判 不是亂講的 節目中的環球金綠勝 每檔股票 不是亂講的 是真實的 懂嗎 所以我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所有人來啊 幫我做見證 證明我所講這一切是真實的 你不要拿我跟 你過去曾經讓你受傷害的分析師做比較 那個絕對是 不公平的 所以你可以發現沒有人敢這樣做 只有我 12月31號之前 你就來撥電話 我們來買股票 你來看看 我節目中所講這一切是不是真的我私底下 我們就帶客戶在做這些動作 那幫我做見證 這樣子就夠了 一天如果來個30個50個 各位那個 效果 對我來說 很驚人的 我看的是未來的那個效果 大家都認同我 那要你們認同我很簡單嘛 我讓你真的來做 你來見證 其實我真正用意是希望這樣做 但是 我敢這樣做 我做得到啊 你看很多人 不敢做 對不對 50張 33萬上來了 你在這裡買的 你當然賺 你當然賺錢安心 對不對 你當然放心 開開心心的 這個節目也公開邀請你了 好 那 下半段回來記得 要撥電話囉 這檔股票昨天講的第一次 今天我講第二次 反正我直接講兩次 今天第二次我再講兩次 你帶一波電話來 那我會帶你買股票 直接上車這個標的 進入轉折區 進入轉折區 EPS 今年EPS 算叫去年會成長 成長 4倍 各位 股價在這裡 所以當整個市況行情如果 好轉了 他應該要回到他該有的水準吧 那該有的水準很多喔各位 電話撥通 趕快撥通 等一下再回到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鄭明娟 非凡商業台 只要前長大改版囉 黃金 債券 基金 投資商品 最新的資訊 全部都在最專業的理財節目 只要前長大 掌握 掌握第一手的投資趨勢 請鎖定非凡商業台 只要前長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9點到下午1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石子 酒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食衣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所以明天你要特别注意 反正这两个股票我只讲两天 昨天来了一堆投资朋友 要来买股票 很好 因为你们准备要赚钱 今天我继续邀请各位 昨天没看到节目的没关系 今天赶快来 那我觉得要赚钱 不要有任何的原因跟理由 就是做了 就是去做 你确定这样做法是可以的 我们就做 我把我所有的做法都跟各位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你看我节目你是可以直接了解 如果你来的话 我会怎么带你做 那如果你都看懂了 看清楚了 那如果你觉得可以 拨电话之后 就赶快我们来操作 不要有太多的奇奇怪的想法了 有时候赚钱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既然确定这个方法是对的 会赚到钱的方法 那就做嘛 不要想很多 然后你不要一直去想过去的失败 过去失败 有时候暂时把它抛开 先从对的方法去做 然后赚到钱了 感受不一样了 那你整个运势 我认为整个气磁场都会改变了 不然你一直被你过去压着很辛苦 我觉得人活着要快快乐乐 往正面去思考 那做股票呢 就是先找方法 如果这个方法你确定是对的 那为什么我们不去 不这样做呢 对不对 更何况我每天都这样做给各位看 我每一两块我都会详细的说明 我在哪里买的 那你回头看 真的就是转折区 那既然都可以在转折区买到了 为什么我们不要这样做呢 不要想很多 让一切东西变得很简单之后 你发现其实赚钱就变得很 好像理所当然了 可是当然机会你要把握了 那我讲第二天 既然基本面这么好 那受到中美贸易战 受到什么什么消息 跟着回来修正 没关系不要管他 反正这一顿我也没买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因为某些原因 造成你跌下来 并不影响这件事情的话 并不影响我赚钱的话 对不对 我公司这么赚 这个跌并不是因为我公司不赚钱 那请问一下 如果当整个市况 你们最喜欢看的市况 只稳了 那所谓的真的该回归基本面 选举也选完了 那G20会议似乎 你做美贸易战怎么样 都已经淡化之后 顿化之后 回归基本面之后 那什么样的标的 当它回归基本面 它涨幅会很凶很大 一定是股价跟它的基本面 脱离的太多的 乖离太大的 那就会回到它该有的基本面水准 那所以我找给你 所以当市场要回归基本面之后 什么样的标的会涨很多 就是这一种 第一阶段很简单 你们都会看 至少回到这里 这叫第一阶段 这一阵之后回到该有的水准 所以这一波 这一波下来我们没有买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做上去这一段 所以这档股票 它该反映的就在这里 所以呢 你未来回头一看 我居然带你买在这里 对不对 那个当下你都会不自觉地 觉得你自己 怎么变得这么厉害 人就做这样子 你就是要这样朝正面去思考 那才会成功 而且事实摆在眼前 我先引给你看了 你来买会买在这里 对不对 需不需要追股票 真的不用 对不对 你过去到哪里操作 缴会费给谁 都是带你去买的 已经涨上去了 两天三天之后去追 那你得到通知之后 缴了会费了 那要不要追呢 最后你都选择去追 所以追了一档 两档三档 追了一堆股票 一缸子股票在手上 你怎么会快乐 没有方法是不对的 一出手就决定输赢了 我在这里出手 我几乎可以讲我赢定了 而且我知道背后的题材 未来上去 赚钱是理所当然 所以我今天会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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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肯请各位 来买股票 来买股票 这个行情很大机会 那12月31号前 通通算我的 来买转折去的标的 我们一档一次一档 不要多一次一档 一档一档稳稳的赚 有兴趣的 赶快播电话 明天再见 拜拜